重生之后家令摆摊赚得盘满购买 小姑子却觉得个体户很丢人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二哥 媳妇 我没想到 干个体户一天纯利润就有三十几块 一个月差不多有九百 国企的职工一个月最多也是二三十块钱 真的没问题吗 家令理解陆北辰的担心 改革开放对民营企业跟个体小贩放开了政策 可太过出头还是会被整顿的 北辰 你听过傻子瓜子吗 陆北辰摇头 傻子瓜子现在卖得特别好 人家那才是真正的赚钱 而我们就是挣个虎口钱 我们以后每周都买份报纸看看 如果傻子瓜子被审查 那我们这生意就先停了 午饭后家令带女儿在家里睡觉 陆北辰带国庆去购买食材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江月梅正围着他家的小吃车卡 大兄弟 你回来了 你媳妇在屋里睡觉呢 那屋子也没收拾 乱糟糟的 大白天的就睡觉 你也不管管 陆国庆有些不高兴 我妈忙了一上午了 她很累 怎么不能睡觉了 你看这孩子 一这步也没说啥吗 就是在我们那村里 也人哪能大白天不干活去睡觉的 你妈呀 可真会享福 陆北辰脸色一变 我家那车要两百块钱 胖坏了要赔的 江月没脸色一江 脚不自觉的离车远了些 大兄弟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这车柜我家是买不起 但你这话是在跟我炫耀吗 我只是提醒你 别到时候需要赔钱的时候 你赖账 除了我媳妇跟我家人 我可不会惯着谁 说完陆北辰带陆国庆就回了屋 主将会被气得直跺脚 可她不敢对着陆北辰叫骂 第二天两人继续出摊 生意比多天还要好 卖完准备回家时 陆秀琴和一个女学生出来了 看到陆北辰和嘉令在摆摊 她脸色一变 秀琴 怎么了 你认识那摆摊的 陆秀琴心虚的摇摇头 不认识 就是看见 她长得跟狐狸精似的 多看了两眼 狐狸精 你可真会夸她 正经人家谁出来摆摊 家里得穷成什么样 才干这个营生 陆秀琴被她同学说得抬不起头来 看见嘉令正朝她走过来 催促道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你不是说要吃面吗 快走 一会儿没位置了 嘉令走了几步 笑呵呵地想跟陆秀琴说话 可陆秀琴却装作没看见她 而她的同学却朝嘉令投过来 比一个眼光 嘉令冷了一下 这陆秀琴是觉得 我干个体户丢人 不想让她同学知道 陆北辰看着陆秀琴的背影 脸色阴沉 走过去 她不认咱 咱也当不认识她 这小兔崽子不知道好赖了 嘉令看着陆北辰生气的样子 安慰她 没事 我不生气 就是有些意外而已 秀琴我记得 一直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可能她马上要考大学 觉得我们给她丢人吧 我们怎么给她丢人了 我们踏踏实实 做自己的生意 哪里丢人了 嘉令还是第一次见陆北辰这么生气 算了 别生气 得了你的允许 她不找我 那我就真当不认识她了 回到家 妈嘉令把今天赚的钱倒在床上 惠琳跟国庆坐在床上 看着一堆的钱 惠琳伸手就抓了一把 举到嘉令眼前 妈 钱 好多钱呢 嘉令摸摸女儿的小脑袋 妈一会儿 给惠琳买好吃的好不好 陆惠琳点着小脑袋 陆国庆狠狠咽了咽口水 爸 这些钱 都是妈妈挣回来的 是啊 你妈厉害不 厉害 太厉害了 妈 我不去上学了 陪着你摆摊吧 这样就能挣更多钱了 嘉令严肃地看着陆国庆教育斗 国庆 读书能学知识 学知识可不只是为了赚钱 你现在还小 等到你进了学校 再长大一点 你就会明白 知识能让人明智 能让你自身蜕变 还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陆国庆很懵懂 虽不能理解母亲的这番话 可他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也成为他将来沿着学术这条路 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信念 说话间陆北辰已经把钱都清点好了 多少 粮票42斤无两 肉票七斤 布票一尺 糖票二斤 进账钱 72块6毛1 嘉令猛地抬头看着陆北辰 真这么多 陆北辰点点头 对 抛去我们买食材的32块5 今天光钱就挣了40块1毛1 陆北辰觉得很不可思议 村里人忙碌一年可能都挣不回100块钱 这才摆摊两天 就挣了70多块 这样一个月下来绝对是得大算了 陆北辰收拾好那些粮票跟钱 叮嘱陆国庆 国庆 出去不能跟别人说我们家挣了多少钱 知道吗 陆国庆点头 爸 我肯定不说 结果院里那个江阿姨还问我来着 我就说我不知道 下午嘉令一家准备出门采购 江月梅又凑上来找嘉令说话 大妹子你这是要出门呢 去买菜吗 嘉令冷淡地应付了几句便说道 江大姐 我先走了呀 嘉令一走 江月梅的脸立刻就变了 她满脸不屑 朝着门吐了口吐了 嘿 有啥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个体虹吗 哪个正经人做那个银生 不嫌丢人 嘉令这次买食材的时候多了解了一下 发现跟二中的价格差不多 她想把成本再降低点 就去找了孙大娘 孙大娘看到嘉令带来的一篮子鸡蛋 特别高兴 嘉令说想跟孙大哥聊聊 孙大娘也痛快地同意了 孙杨是国营饭店的采购 得知嘉令来意后 皱了皱眉 这个漂亮的女人又哄着娘来给我找麻烦了 嘉令不容易 你看看还要养两个孩子呢 你必须得帮她 再说也不是让你帮啥大忙 不就是把认识的卖菜的介绍给她吗 孙杨叹了口气 行 我告诉你 就说是我介绍过去的 能比市场价值一些 嘉令很高兴 成本降低了 她的利润就高了 直接就送了一斤的糖票给孙大娘 转眼就到了十月底 嘉令的声音一直红红火火 这天收摊回家的路上 李秀琴在小巷子里拦住了